看见台湾导演秦波林遭遇空难 而他身边有个只有25岁的助理 叫做陈冠奇 毕业于东华大学英美语文学系 而大学的时候他就非常喜欢摄影 对社会议题也很关注 曾经教过他的老师都对他印象深刻 而陈冠奇在逝世前一个小时 还向家人分享花莲玉里的空拍之美 没想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为他的最后讯息 空拍照片将花莲玉里的美记录下来 但也是看见台湾团队向外界发送的最后讯息 这是导演齐柏林的助理陈冠奇 与家人分享空拍过程 想不到一个小时后遇上劫难 突来的噩耗让陈冠奇的学姐不敢相信 在领事上发文 谁来告诉我这不是他吧 还来不及再跟你吃饭 来不及听你分享令人兴奋的合作 你的笑脸就停在我的人生中去年的夏天 很难接受这是假的吧 本来以为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可以 如果躲在那个摄影机后面 然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换掉 拿着摄影器材仔细记录戏上活动 这是陈冠奇2012年在大学就读时的模样 25岁东华英美语文学系毕业 担任过戏学会上在校相当活跃 热爱摄影喜欢用镜头说故事 参加教育部姓平教育为电影 被选为优质作品 毕业后参与剧场工作 对社会议题相当关注 他在大一上我课的时候 我们在课堂上就是在谈当代的一些社会议题 把当时很有争议的 火光石化的这个环保事件 然后来作为他口头报告的一个美容 那大一的同学能够有这样的表达 跟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让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 能担任其柏林助手与他合作 陈冠奇曾开心向亲友分享 想不到一场空难使得陈冠奇骤然陨落 也让亲友心碎 记者纯洁安周视频台北报导